机构的割肉机,散户的绞肉机来了 机构疯狂,散户凄凉,到底发生了什么? 马交所即日扩大范围增加借票与卖空选择 马股又多了一台绞肉机机构的最爱散户的伤害 不知道哪天你的股票被卖空? 你还傻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如何应对?点个订阅,赶紧看 大马交易所Burson1818主板金融股宣布 通过将每日设置要求,从原先的5亿令吉 降至2亿令吉,借此扩大批准证券的标准 借此增加投资者的借票选择,即日生效 很多股友还不知道这个坏消息 赶紧点赞转发给你身边的股友们知道吧 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关于这个借票卖空的话题 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马股会不会跌到更凄惨呢? 5亿的门槛会有39只股票,可以借票和卖空 如果是2亿的门槛会有126只股票,可以借票和卖空 你的股在里面吗? 从选股的结果来看,增加的可以借票和卖空的股票比之前多了 比之前增多了2.23倍 以下就是新增加的可以借票和卖空的名单 快来检查一下,你的股票有在里面吗? 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有几只股票中了 很多股友还不知道这个坏消息 赶紧点赞转发给你身边的股友们知道吧 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关于这个借票卖空的话题 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马股会不会跌到更凄惨呢? 欢迎留言讨论 马交所周一发文告表示 此次修订,主要是为了满足日益变化的需求 培育充满活力和动力市场永续承诺的一部分 批准证券指的是符合马交所规定的证券 可用于进行证券借贷及卖空等 马交所表示,透过这项修订 让投资者能拥有更大的空间 管理自身投资组合 并增强证券借贷活动 这是运作良好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 马交所总执行长拿督 莫哈莫乌玛表示 通过扩大投资者的权限和选择 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 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 我们必须提供一个强大设施的市场 以满足投资者的不同需求 同时继续专注于确保市场充满活力 公平和有序 马交所表示 在更新批准证券时 将确保市场拥有足够的流动性 并维护市场的完整 相关证券列表可透过网上查阅 每六个月将进行检讨 很多股友还不知道这个坏消息 赶紧点赞转发给你身边的股友们知道吧 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 关于这个借票卖空的话题 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 马股会不会跌到更凄惨呢 欢迎留言讨论 共同学习和进步 你会借票卖空吗 最后还是祝愿订阅谷歌的每一位投资者 都能投资顺利 股市多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